大 和 學 鍋 朗 跳 過 大 跳 越 跳 一 四 哈喽晚上好 我感觉这个口袋的 我感觉这个口袋的美颜变了 变了 这个口袋的美颜变了 它变了 它不再是从前那个 谢谢 谢谢你的阳光棒 对吧 我也觉得 我也觉得 救命 真的变了 是它变了吗 还是我变 是它变了 还是我变 肯定我们中间有一个变了 对今天这个特效 我一进来我就 就感觉 特效 特效 哦 Gail要关灯了 这个是基础 这个是标准 这个是增强 你们看有什么区别吗 我现在把美颜开到了最高 好 还是关了 真的 我感觉这个优化了 有一说一 我们口袋的滤镜优化了 我要准备开灯了 我们要关键了 听到这个铃声让人害怕 谢谢你的奶茶 这个滤镜还行吧 nice 晚上好呀 我这个头发 它是这样子的 就是 因为它 现在这个长度 其实 如果拉过以后 还好说 就是用那个纸板夹 拉过以后 还好说 不拉的话就 哦 关灯了 不拉的话就会 有一点点的 飞舞 有吗 这个衣服 有一点冷 因为我这次 我没想到 降幕会降得那么快 我甚至还带了短袖来 然后突然就 然后突然就降了个大温 搞得 这阵要把短袖给带回去 谢谢你的奶茶 我要把短袖带回去 小油 小油我在开直播哟 美美 你可以讲话 我只是跟你说 我已经 现在后面是黑的 看不到 看不到你们 我的天哪 我直接去别人那里 把读书笔记什么都借到了 我操 你要抄他的读书笔记吗 对 可是这样子老师会发现 真的 对啊 老师会看读书笔记的 他写了多少 我看一下 他写了很多 哎哎你入镜了入镜了 让我来 让我来看看 没事没事 我打了一下 这是他的读书笔记 不是不是不是 这个不是 后面的 这是论语 他说后面会让我们抄的 谢谢谢谢 哦就一篇就够了 对 十二月 这一篇就够了 我还以为要写多少呢 多啊 后面全是 不是我以为要写很多 就是一个要写很多 这是上一届的吗 对 只要语汪老师不一样 那还好说 谁给我的橘子 不写不写 我没有看书呢 我这个月还没看书 但是我准备看 他还没看书 断练 对 我在 我今天刚买了 他的那个电子书版 本来我今天特意去 学校的图书馆去借书了 结果因为 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学生证 他还没有 调形嘛 就没有借 没有借书的调形嘛 就不让我们借 所以我就没有借出来 没办法 我就在网上 我就买了一个电子书 买了一个电子书 到时候看完再写 晚上好 感觉关灯了都看不出来我在哪里了 电子书要买的呀 现在书都要买的呀 怎么还想摆一条 现在书都 电子书跟实体书的价格 差不到哪里去 百度云也可以看书 不知道 我没有用过百度云看书 我的百度云网盘 都是用来存 就是存公司的那些 公演视频 或者是存一些资料 学习资料 要不然就是存一些写真图片 你们不是看过了吗 我不是发过了吗 我不是发过了吗 都是你们看过的 都是你们看过的写真 没有看过的写真 就还没有 还没拍 没拍呢 不过有什么办法吗 有什么办法 可以看免费的电子书吗 我找了很多个 那个软件 都没有 找到合适的 没有找到合适的 电子书的软件 现在没有必须有没有 空气都凝固了 是我今天的网 有点卡吗 我今天的网 可能有点卡 你们要是卡了 就跟我说啊 要是卡了的话 就跟我说一声 是想出去播的 然后外面 外面他们 有别的寝室的人 在那个外面 我经常直播的 那个地方在架架子 就不太方便 所以我就 在那个门口徘徊了一阵 我就说算了吧 我还是在房间里 还是在房间里吧 好的 收到了 收到了想念 收到了大家的想念 很快就能回来了 还是挺快的 时间还是过得很快的 像我们现在已经 到学校 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真的过得好快 对啊 还没写数 因为刚刚在读 那个普通话嘛 哎呀 我没有 12 本来12月有一次 那个普通话考试的 但是我没报上名 所以我只能等 明年的 三月份 还是四月份 还是五月份 等明年的考试了 打算这段时间 就先练着 你有那位 真的假的 我卡住了 真的假的 我卡住了 这个网也太差了 这个网也太差了 这个网也太差了吧 都有点 哎 都有点 都有点 难用 没事啊 没事啊 你还是 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不影响 是你们网络的问题还是我网络的问题啊 我用的自己的网 就是之前买的一个移动WiFi 移动WiFi 我没有用宿舍的网 因为我们宿舍没有装网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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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我睡了一下 这个非要给我掏耳朵 好人都给我掏紧张 对 就是一个移动的随身WiFi 因为学校的话 肯定要办校园卡嘛 校园卡 它就是出了学校就用不了 就还挺鸡肋的 所以我就自己 在来学校之前买了一个 移动WiFi 去哪都可以用 但就是它时不时的会非常的卡 就 它那个网明明显示的 网络显示的是通畅 但是它 就是用着非常的卡 你就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都在那里转圈圈 它没有卡 它里面是没有卡的 但是要交 要交那个 要交 交什么来着 交月族 就是它每个月都要交月族 反正我是觉得那个校园卡 挺没必要的 我就买了这个 这个用到的频率也挺多的 因为我是这样子的 我是把我自己原本手机的流量套餐都取消了 所以我手机就没有了 就没有套餐了 它就没有流量套餐了 去哪 就是出了学校要用网的话也很不方便 所以我就直接买了个这个 出去啊 或者是在学校都很方便嘛 我估计是因为学校信号不太好 对啊 就是我 就是我 是我没错了 天哪 我才发现我这个刘海好扁呢 怎么这么扁 好塌呀 啊 你们都不用的吗 这个东西很好用的 我以前 就是 我就是以前 在公司的时候 那个公司的网不是也很差吗 公司的信号跟网也很差的时候 我当时我就在想要不要买一个这个了 要不要买一个 要不要买一个这个 随身的那个WiFi 但是有的时候吧 公司的网好像又还挺好的 就 很烦 嗯 那个榨毛的洗发水在广州啊 不在这 没带回来 反正就很好用 很好用 真的我跟你们说 而且它还有一个 就是那个移动的 随身WiFi 它还有一个底座 就是它自己 它自己的一个充电底座啊 长这样 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本来我也以为我买了以后可能 不怎么用它 结果没想到还挺好用的 就是它有一个这样子的充电底座 然后平时把它充满电插着 带出去可以用 整个上午 可以用整个上午 然后中午再带回宿舍充电 又可以用一整个下午 反正我是觉得挺方便的 挺方便的 而且它一个月是有3000G的流量 根本用不完 超多 3000G什么概念 家人们 对呀 这个吗 你用这个吧 我可以把这个开亮一点 因为这个灯要亮一点 你直接拿 不会 可以可以 我可以把这个调亮一点 他借我的灯 室友借我的灯 因为我的灯很亮 就是可以照亮整个宿舍 甚至可以照亮隔壁的宿舍 不是 照亮对面的宿舍 对 就是你可以买一个 跟周围的同事一起用 虽然说他有的时候 他有的时候 网也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我觉得是学校的问题 因为我在家用的时候 就挺好用的 我先把卡给你 给你 接下来是好西的 看的忘了 可以买一个 然后家里人一起用 紧够了 谢谢 要不要给你打个灯 没事 要不你拿到这边来 我看得到 我看得到 我眼睛还行 谢谢 又接到了卡 今天跑完 我今天跑完就不累了 因为我一直有在调整我的呼吸 三步一呼 三步一吸法 谢谢 谢谢你的荧光放 谢谢 谢谢你的巧克力 长肌肉啊 还好吧 我们平时训练的强度 也不怎么强 除了每天要爬坡跟爬楼梯以外 是我卡 是我卡了还是 救命 救命 哇哦这个灯好闪 好烦啊 这个桌子啊 它后面有个缝啊 老是掉东西下去 刚捞上了一个东西 然后下一个东西又掉下去了 那可能卡了的朋友要重进一下 重进一下可能就不卡 对 你们如果卡了的话 都重新进一下 重新进一下应该会好 撒沙 笑不活了 家人们 谁跟你母头人呢 我11点半之前要睡 11点半之前要睡一静 我看一下 10点 开到11点吧 好吧 怎么样 你们觉得怎么样 要是我卡了 你们就跟我说啊 我们这两天上的那个钢琴课 不能说钢琴课有点专业了 我们这两天上那个钢琴课课 那个老师啊 真的太牛了 他竟然可以一个半小时连堂上 就中间都不休息的 太牛了他 不止一个半小时 有 等我现在算算算算 一个小时45分钟啊 45分钟加45是90 90加10是100 那也没有一个半小时 简直就是煎熬啊 打住了 卡住了 我刚整个卡卡了 是我卡了吗 你们卡吗 是我卡 我的问题 我的问题 他妈看来真的是我的问题 真的假的 那可能是 没有 你们可以不买我这个牌子了 我也没跟你们推荐 是什么牌子 他有的时候还是挺好用的 不骗你们 真的 他大多时候都很好用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一开直播就这么卡 可能是 可能是 可能是他不太支持 就是这个画面直播工 反向安利 反向安利 对哦 我的室友们都很温柔 很漂亮 很可爱 韩国人 我有听说 我有听过说我像日本人 韩国人还是第一次 听说 这是我的 胭脂膏吧 不过等一下 我 泡脚 可能会用 你这个烧一下水 好 你用 我室友啊 我室友 我们都是在半夜洗衣服的 我们都是在半夜洗衣服的 挑灯洗衣服 对 其实我们平时睡觉的时间也差不多 也差不多就是这个点 差不多 就我可能睡得要晚一点 但是我们宿舍有睡得比较早的 没有洗衣机啊 没有洗衣机 有 有但是 不在 离得比较远 离我们住的地方比较远 而且它不是很干净 就是非常非常的 很多很多人用过 然后它拧着洗衣机 也没有清洗过 对 所以就不是很想用 因为我们要很早起来 所以就得早睡 不然的话第二天早上就爬不起来 哎 但其实 其实 我们六七十个人用十多台洗衣机 但是这里是几千号人用几台洗衣机 你们说呢 肯定是中心好呀 对 但我还是觉得学生当学生真好 就很羡慕 但是我已经不是学生了 我只是 我只是 我还是每天 我还是每天过得很焦虑的 就是他们 他们真的很幸福 我说实话 如果我是按照一个正常的 年龄 或者是一个正常的时间来读书的话 我可能也会非常 觉得读大学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 嗯 对 我不一样不一样 就是 可能我现在 要面临的东西跟他们不一样吧 他们就是单纯的上学 但是我可能 还会去想 嗯 每个月的生活费 要怎么样去 就 每个月的开销啊什么的 都要计划着来呢 所以他们可能就是会有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给钱啊什么的 但是我都是 我们这个软件的推广度还没有那么高啊 对 对 所以还是挺羡慕 就是 现在的大学生吧 羡慕他们每个月可以找父母要签 不一样了 肯定 肯定 肯定会多少多少有点不一样的 不过说是 有一说一 我觉得 当学生 当学生真的还是 普遍都很贫穷 很贫穷 因为上学就赚不到钱嘛 是这样的 肯定花自己的钱会给父母减少一点压力吧 但是前提也得是你得能赚到钱 对吧 我是从高二开始 就没有找家里人要过钱 你说都这么久了 七年了 突然开头找家里人要钱 那这 这有点说不过去吧 所以说我现在 就是 深刻的 深刻的 认识到 就是 在你还小的时候 在你该读书的时候 在家长给你钱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说 啊我不要 我不要 我不要 要 为什么不要 要的 我以前就是那种 就是以前像每年 过年 然后他们会给压岁钱什么的 或者是 或者是给零花钱什么的 我都会特别客气 我就啊我不要 我不要 然后就把钱还给他们 他们硬塞给我 然后我也会把钱还给他们 就以前觉得 这样子比较礼貌嘛 因为我们家是两个孩子 就别人如果要给 给什么的话 一给都是给两份 我就觉得 我当时就觉得 不好嘛 这样不好 然后每次都会把钱 再给回去 或者是再给他们 偷偷的塞回去 我真的 我跟我姐都是这样子的 我跟我姐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 所以 从小我们两个的压岁钱 包括零花钱 就特别的少 特别的少 然后 然后家里人给我们钱的时候 我们也不要 不要 后来就 哎呀 后来就长大了 后来就长大了 太心酸了 而且小的时候 主要是 谢谢你 灯蛋茶 是这样子的 就我们是怎么的呢 他们把钱塞到我们包里 然后我们就 装着啊装着 但是等他们快走了 等他们快走的那一天 我们再把钱偷偷的放回 他们的车子里 或者是放回他们的 那些 要带回家的袋子 就真的是 真的是 哎 现在想想 太不懂事了 怎么这么不懂事 对啊 就是父母是这么教的 父母是这么教的 所以就要给回去 也不知道父母是 也不知道父母是 就是嘴上说说 还是认真的 反正我跟我姐都当真了 就是非常认真的当真了 对吧 对吧 我现在也是这么觉得 我小时候真的特别懂事 我一直都很懂事 我就 用我家里人的话来说 我就没有经历过叛逆期 还能再拿压岁钱吗 压岁钱这个东西 太遥远了 过于遥远了 估计不能了吧 我觉得我现在不给压岁钱 都算是好的了 就是 我不 我不拿 我可以不拿你的压岁钱 但是你也别找我要 嗯 对 我小时候就是太乖了 我现在想想都觉得 自己那么乖干什么呢 就应该叛逆一点 我小时候真的没叛逆过 我真的没叛逆过 但是我 但是我 嗯 哎 没办法 是这样子的 就是小时候就 小时候就 可能醒世 醒得比较早吧 那还是不一样的 就是叛逆 很多时候可能就是 我的 我的那个还不叫叛逆 我这个都是 只能说追逐梦想 执着 执着追逐梦想 不能叫叛逆 嗯 真正的叛逆是什么呢 就是 跟父母 可能 在某些事情上 或者是很多事情上 都有 非常大的分歧 对 然后就说什么都不听 我说什么都不听的那种 就觉得你 嗯 就 父母觉得我这么 这么做是为了你好 然后子女就不理解 我不理解 嗯 哎 我想 我想问问 我想问问 就是现在在看直播的朋友 你们有多少就是 嗯 有多少人是 有多少人是 比较早离开家的呢 或者是 到现在都还没有离开家的呢 有吗 应该就是 这样的情况吧 一个是比较早离开家的 一个是 到现在都还没有离开过家的 大学才离开家 大学才离开家 那刚去大学的时候 会不会特别不习惯 你还没有离开家 嗯 现在多大了 我一直都挺能理解我的家人的 我到现在也是 非常理解 非常 体谅他们的 怎么自己说自己体谅 笑了 适应能力贼强 真的没有吗 第一天就默默哭了 没有安全感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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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时候 是你多大的时候 根本不想离开家 不想离开家 根本不想离开家 为什么 天哪 那你们还是对家里挺流念的 想离离不开 大学跑出去四年 那你们离开家的人都远吗 就是走的都远吗 比如说可能要一年半载 才能回去一次的那一种 还是说每周都能回去 想回没空回 确实工作忙起来了以后 感觉更少 就更少回家了 还是在广东里面 想钱多事少离家近 好呢 那肯定 我还想躺着就把钱赚了呢 挺久没回家了 国庆都没有回家吗 国庆都没有回家吗 床垫四岁元 那我可当不起 因为我就是属于那种 可能 不知道吧 我感觉这个职业就很高档 很高大上啊 就好像现实生活中 没有接触过这样的 有这个职业的人 躺着赚钱 两年没回家了 天哪 那你一定非常想家吧 过年都没回 过年还是要跟家里人团聚的呀 我觉得过年不回家的话 就会 就是孤独感会 更加重 宜家可以躺着 宜家可以 宜家可以当什么 床垫室睡睡员 我见过那种啊 我见过那种酒店的 我见过那种酒店的 室住员 就是他去每一个酒店 去体验 去居住 然后做 做那种平定的 酒店室睡员工资很高了 好像是工资挺高的 但是估计他的门槛 就是要做这个的门槛 也特别的高 攒了四天天 我修 挺好的 找个时间就回家看看 那今年大家有回家的打算吗 在国外 在国外确实 要回来的话 挺难的 你有离开家的打算 是打算自己出去独立了吗 你妈想你回去工作了 那你是怎么想的 其实我是小的时候 就离家离得比较早 但是我感觉我是 有一个递近的 就是我不是一下子 就离家特别远啊 我是一开始 我是从小学的时候 就在离家 小学的时候 我就在学校住校了 就在离家 多远呢 我想想 二十几分钟路程的地方吧 但是 但是我 因为是住校嘛 所以 从小就 还好吧 不怎么依赖家里人 然后初中也 初中真的就觉得 在家里住好烦啊 就每天听到家人 叨叨叨叨叨 就很烦 然后高中就找了一个 远一点的 高中就去了那个 远一点的学校 就在成都那边 然后那个时候 还没有通高铁 还没有通地铁 也没有高铁 然后每个星期 就坐那个 就坐那个公交车 要坐两个小时 然后中间 要不停地换乘换乘 就读了三年嘛 就还挺累的 反正还挺累的 就是每天 每周回家 跟去学校都特别 特别累 还好吧 我哪里叛逆了 然后后来就 高中 高中毕业以后 就去广州了嘛 就是 我觉得还好 中间 我都是有一个 递进的 就不是说 一下子我就去了广州 我觉得如果 我没有经过 前面的小学的 小学的住宿 或者是没有经过 高中的一个 离家这么远的 情况 我一下子就去广州的话 我一下子就去广州的话 我可能会接受不了 我可能会觉得 很难适应 但是因为我前面 有了两个这个 阶段嘛 就慢慢地 去到那边 去到那边 广州的时候 还是挺适应的 啊 我不爱听他 巴巴巴 但是我 我还是在听着他 对 我还是在听着他 看着好健康 是怎么个健康法 广州应该是 最远 对 广州算是我 离家最远的 也是我去过的 最大的城市 这是我待的最大的 最久的城市 嗯 这不是很健康吗 是的 我现在大学也不进 我现在大学 呃 我回去一趟 要三个小时 怎么这么远 就是 就是 还挺远的 而且我是怎么的呢 就是这么说呢 嗯 就是 本来我 我们明天不是 就周五放假了嘛 就要回家了 我们这边的那个高铁票 特别难抢 难抢票 很难抢 我都没抢到票 我根本压根就没有 抢到回去的票 然后呢 我昨天就跟我家里人 在聊天 我还没有跟他们讲说 我没有抢到回去的票 结果刚好他们就说 来接我 啊 然后我就安心的 把票给退了 就是 不是 不是退了 是他当时还在预定 抢票中 我就直接把那个取消了 明天 明天下午 放学了 就可以回家了 嗯 对 我是在成都的周边 周边 不是在成都 怎么能说呢 就是从我学校 坐高铁 到成都 要 将近一个小时 到成都 不是到成都 到成都好像还挺近的 到成都是半个小时 然后到 到我家的 到我家的那个车站 要一个小时左右 然后从学校到 那个 从学校到 学校的高铁站 坐 公交车要一个小时 然后再从 我家 坐回去 差不多也是半个小时 两个半小时 到三个小时左右 嗯 对 我 我不是 是因为我 没有衣服穿了 所以我要回去 我这周 带的全都是短袖 我上 上上周 我上上周来的时候 带的全都是这种 就是 这个衣服还算厚的了 这个衣服还算厚的了 就是带的全都是这种 没烧 我给你烧着 谢谢 嗯 然后就很冷 所以我打算 这次回去 就把那些短袖给带回去 然后再把他们 厚的衣服带过来 No 我觉得根本没有 好吵 根本没有抽天 对 对 降温了 大家到处于饱满 不要冻着了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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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那个漂亮的水壶 真的不影响 要道歉 广州还在吹空调 广州这么那么热吗 广州这么那么热吗 广州最多夏天 其实不需要入冬 现在我们真的入冬了 什么 不了不了 小屋有约了 小屋他有约会了 对 火都不带了 火都不带了 我们是渡大棉林 业务繁忙 好 但是大部分除了广州应该大部分全市都降温了 是的我该去洗漱了 我看已经10点02了 你看我就准备去洗漱了 早睡早起 谢谢 谢谢出发的 今天收到了好多的 对你们早点休息 我发现是不是 你们马上要去 开始你们的夜生活了 每当我准备要入睡的时候 你们就开始嗨起来夜生活 走一个 对吧 好吧 ok fine 身体是自己的 对要好好珍惜